我们要建立第三则公告 电脑基本认识 来,一样在课堂作业 点起来 老师的画面跟学生不一样 我点课堂作业,这是操作的轴心 在这里,有看到吗 这时候呢,我一样要丢资料 可是我丢个什么呢 让孩子看的简报资料 握的资料都有,可以 来,我点资料 好,那这个是什么 简报资料标题 随便打了 那这边呢,内容这边选项不打,没关系 那接下来呢,我有个简报 你可以先传到云端硬碟 这边是从你的电脑传 来,我就从这里吧 上传一个 接下来浏览 那老师看一下,其实从这里看一下 我的云端硬碟 这里就等于这一颗 你看见吗 那公用云端硬碟 这老师知道,那加新号是 这个以后再说 这两个上传就等于这一颗 我放大一点好了 这个上,我们刚点上传 其实到这里来 如果你点云端硬碟 其实就到这里来了 后面这三个都是云端硬碟 这个也是云端硬碟 近期存取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点进来后一样 来,我点上传 假设从我的电脑传一个档案上来 我传一个 刚刚呢,简报我们一下 我看这里有什么讲义 好啦,就这个吧 这个简报档,我要给学生看的 那传上去呢 这个档案就会进到 这个账号的云端硬碟 那接下来 老师看一下 我这边要放在哪里呢 电脑基本认识的这个主题 那预设是所有人看 按张贴 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学生的画面 好,学生的画面 可以老师看一下 这里怎么没有讯息出来 因为这个画面是旧的哦 你要怎样 重新整理 右上,左上角重新整理 这样在讯息串这里会通知你 哦,冲闲老师又贴了一个简报教材 在11点13分 那其实从这里看以外 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哦 对学生来讲 这里 哦,这里有一份公告 对不对 那一份简报是叫 从这里点 或从这里点都可以 所以对学生来讲 其实蛮单纯 老师看一下 学生不只有这三个而已吗 成员点下去 你看一下 学生的身份点下去 他这边只能做什么 他只能看到同学而已 哦,我有112个同学在里面 接下来他就没个搞头了 哦,我知道我的老师是谁 所以对学生来讲 他只要操作这两个地方而已 学生操作真的很简单 你听懂吗 那,各位看一下哦 你所张贴的任何讯息 都会丢到这里来 这里我比较不喜欢 让学生可以留言 你看一下 这里学生没有留言的功能 可以回复哦 回复哦 来,我点一下回复老师 哦,太难了 太难了 我打一下哦 按送出去 这个是学生哦 哦,学生送出去太难了 对不对 两则留言 有个老师帮我留言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到老师的角度 老师这边呢 回到讯息串这里来 哦,在简报资料 这个 课程留言 这个不用留 我要在这里 哦,在这里 我留到这里来了 新教材 太难了 在这里看见吗 哦,老师这边可以随时张贴讯息 这个地方其实我是比较不建议让把这个功能开给学生留了 学生留有些学生我就怕有碰到那种洗板了 如果你的班级经营不错 你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 但是要跟学生约好三张可以 你乱留言的话 我会把你留言难掉 而且我会把你扣分哦 如果你班级经营OK 其实我倒建议 老师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功能 再看一下 齿轮的地方 如果学生有问题要给你留言 你就可以把这个讯息串 让学生可以做什么 张贴心的讯息 不过这个建议一开始先不要 学生你进去会很兴奋 看到留言的时候 他打个一二三就送出去 打个四五六就给你送出去 这件事情要等到你要跟班级 跟学生你沟通完以后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给他 一开始我建议先开这样 不然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开始就看到 以后你就发现学生什么 讯息去一大堆垃圾 你要删就觉得很烦 这就是班级经营的问题 来,妈妈老师你也试一下这地方 课堂作业的地方 我们刚刚在那边是贴一个教材